感谢他们好不好谢谢 永和迎新春活动 邀请多位书法家一起到公所来挥豪 提供民众免费索取春联 同时在活动当中 也公开表扬永和的各慈善团体和单位 颁发感谢状 感谢他们在永和的各个角落 温情送暖 那我们现场的话 也有请一些那个 那个很知名的书法家 他也来现场挥豪 然后写这个春联 免费提供 赠送给我们区里面的 这个区民 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新春挥豪 带来那个喜气洋洋 也等于说预告 这个新的一年已经快到了 大家要打起精神来 迎接新年 活动中最特别的就是邀请到了 首任永和市长孙胜志 到现场来挥豪 许多民众看到老市长都相当的怀念 也抢着要老市长挥豪的春联 在我们永和区公所 借新市坡采访的机会 跟我们所有的区民拜个早年 祝大家事事如意 除了书法老师现场辉豪之外 永和地区的四位议员也都做了福气满满的春联免费发送 要和民众一起喜气洋洋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各位永和的乡亲大家好 这个新北市议员成功员福祉 在这里为了迎接今年的猴年 然后结合我们的熊妈吉可爱的公仔 做了一个可爱的孙年 就祝所有的民众猴年大吉 最好年 最好仔 新市坡有线电视也在现场 教民众玩拼斗 无论长辈或是小孩都认真投入 活动热闹滚滚进行 也让民众感受到欢乐的年节氛围 中假新闻朱凤志永和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